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Seng Suu Academy 創辦人 我是Calvin 最近大家留意台灣的唱歌教學 必定會知道最近一粒很大的花生出現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在這裡不多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吳凱文老師的頻道 裏面有詳細交代到事件的來龍去脈 吳凱文老師其實在新的影片中 也有定義到一些新的概念 例如真音、假音、例如M1、M2等概念 帶給大家 如果大家未看過這條影片 可以在下面的description的box 將連結放在這裡 不過我會在這裡簡單說一說什麼 其實一般來說我們會定義為 Focal Fry 會叫M0 Chest Voice 普通講話的聲音叫M1 假聲我們會叫M2 海豚音我們會叫M3 接下來的影片 我們都會用M1、M2這類型給大家解釋 所以請大家留意 好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話題就是 究竟我自己對於混音的概念 究竟是什麼 如果觀眾已經看過我EP24 關於混音的話 你一定要看這條影片 因為經過這幾年的進修和學習 其實我自己對於混音這件事 也有了很大的改觀 正所謂學海無崖 所以我們都會繼續去努力 學一些Voice Science 希望將一些好的概念 帶給大家 接下來這個 Youtube的會員專屬影片 以及我自己製作的先上科程 也都會將我所有理解和知道的東西 帶給大家 所以也都希望大家敬情期待 好 首先在講混音之前 我們必須要知道 在唱歌裡有一件事 我們叫做Vocal Register 即是我們平常常說的 Chest Voice Mixed Voice Head Voice等等 每一個Voice的Vocal Register 都代表著一個特定的音域 例如太高音 我們是沒辦法唱到Vocal Fry 太低音 我們也是沒辦法唱到Forsetto 而每一個Register 都有一個所謂最佳的音域 以及極限的音域 而最佳音域的定義 當然就是最自然的tone quality 最自然的音質 在這方面 暫時我見過最有系統 以及最有說服力的Vocal Register 分類方法 就是這幅圖 這些資料 也是一些我讀書的時候 用過的資料 希望大家在這裡自己看好 不要分享出去 因為是有些版權的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 在什麼情況 其實我們會用混音這件事 一般來說 男性的Chest Voice 我們俗稱空聲 或者純真音 或者是M1做例子 一般來說 例如這些音 例如F 啊啊啊啊 已經是很盡的了 去到再高音的話 基本上你會聽到 他們沒辦法保持到同一個tone quality 所以我們繼續唱唱的時候 需要轉去另一個Vocal Register 根據上面的表格 你會有兩大選擇 一你可以轉去Mixed Voice 所謂的混音 二你可以轉去Forsetto 即是我們所謂的假音 題外話 在這裡 我們會把Head Voice 和Forsetto 當成同一個東西 剛才這個名詞本身的爭議點 我們就不會在這條影片裏面做解釋 我們之後會拍到一條影片 講一下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混淆了Head Dominic Mix Head Voice等等 而鬧出來的一些笑話衍生出來的問題 好了 剛才說過 如果你要唱高過G4的音 啊啊啊 你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繼續選用M1唱上去 例如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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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或者你可以選擇轉去M2 例如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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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轉去M2這樣做 我們要用A4來做示範 就是如果做第一個選項 你可以去調節你的不同閉合、音量、喉頭位置 去做出一個差不多不同類型的混音 在上面這幅圖 你會見到一個50-50的Mix 似乎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例如是 啊啊啊啊啊啊 例如是這樣的 或者你可以做一個Chest Dominic Mix 啊啊啊啊啊 再實一點 甚至是一個Head Dominic Mix 例如是 啊啊啊啊啊啊 類似是這樣的 可以嗎 如果你選擇第二個選項 轉去假音M2 對於男性來說 A4絕對是一個非常理想的音 去做M2 例如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 絕對是very good 你聽起來都會很紮實 還有有足夠的音量 甚至乎你會覺得它有所謂真音的質感 這種做法 但是會產生一個可能的問題 就是由你正常說的聲音 所謂的M1的質感 轉去一個不是奇老鼠聲的M2 你想要上一次轉換的 例如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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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轉了 所以我們會作為一個轉假聲的說法 或者是有斷層的假法 OK 好了 即使是這樣 你會發現 不是啊 有什麼好爭 用Vocal Registry分 很清晰 要是用M1 要是用M2 其實事實上真的這麼簡單 但是問題出現就是 A4粒音在這個重疊位置 就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聲音 例如單純以M1、M2來說 已經可以做到一個實的M1 例如是 啊啊啊啊 和虛的M1 啊啊啊啊 也可以做一個實的M2 啊啊啊啊 和一個虛的M2 啊啊啊啊 其中這兩種虛的真音M1 和假音M2 聽上去是十分之相似的 而且一個紮實的M2 甚至會比一個M1 漏氣的M1 聽上去更加顯得M2 是像真音多些的 所以這件事就會造成市面上 很多出現一些 美其名是強運音的真音 但其實他們只是用一個M2 的production 來做這種音色出來的 而這種音色 通常來說是A4以上 這些音 這些音聽上去是很實正的 但一回到G4以下 例如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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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聽上去就會失去了本來的優勢 所以理所當然地 我們需要轉回M1 所以這是M2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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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會聽到M2和M1中間 由A4到G4的音上面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斷層 當然 也有一些表演者 可以把M1和M2的銜接位 縮到縮到最小 務求令觀眾聽下去 也只會做M1 例如我舉個例子就是 《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 這首歌中林志源和林俊傑的版本做法明顯是一樣的 我們先聽聽林俊傑的版本 接著我們聽聽林志源的版本 我想你聽了兩個版本發現一樣東西 就是林俊傑的版本很實正、很有power 而林志源的版本一樣很實正 但在氣勢上他明顯做不到林俊傑那種有力、powerful的note 甚至是很實正 所以極有可能我們判斷 林志源是用M2的製作方法 令觀眾覺得他的音色聽起來還是連接 但其實他已經轉了M2 希望大家到這裏不要亂 但我在這裏會做一個小總結 就是其實對於一部份人來說 就是 混音的理解是由M1製作上去的 這些全部是所謂的M1 production 但有一部份人覺得是要用M2 production製作上去的 例如台灣的注名Youtuber 兼唱歌老師 就會用歡呼聲作為混音的基礎 但這一點其實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 就是如果我們練託換音圍 我們一般希望我們的M1是越唱越高的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練的是一個歡呼聲 即是M2的方法來唱 無論你唱得再高 它的發聲方法已經不再在真音裡面了 充其量你只是將你的假音練得越來越好 如果你想將這種聲音做回林俊傑式的高音 抱歉你是不會做到的 所以極之可能的做法就是他用了M2來扮M1 講完上面的前言 我們現在要下正題 就是為什麼混音要叫混音呢? 首先根據上面的情況下 只要你的音色是沒有flip、沒有轉檔 基本上你都屬於M1的範圍 即是在真音裡面 但相反如果你已經是flip了 這個時候你就去了M2,去了假音 為什麼混音會被那麼多人稱為混音? 是因為很多人唱到E4的音 這個音再上升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推很多氣流 或者你的喉頭沒有大幅度的上升 你會開始覺得身體發出來的共振 是越來越向上升的 尤其去到A4 這個音 你會感受到頭腔所謂有大量的共鳴 而且有很多人會覺得 這個就是有真音和假音混在一起了 也會有唱歌老師跟大家說 是頭腔的共鳴和空腔的共鳴 一起發出來的聲音 事實上這些說法其實是有點漏洞的 就是因為這件事 之所以有所謂頭腔共鳴的感覺 是完全來自於音高 即是pitch的上升而產生的 換句話說 所以無論你是做一個M1的production 亦對M2的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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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對M1的生意 都會在聽角上和做人身上 都會感受到那種heady的感覺 所以很多人會把一個head dominant的混合 和一個雜實的假音混亂了 例如是 和 有些人會覺得很相似 但分別就是在Head Dominant的Mix 依然在M1的家族裏面 可以透過增加減少音量 增加減少閉合 降低或升高喉頭位置 將它變成Head Dominant的Mix 50-50 或者Chest Dominant 的感覺 但M2無論如何走 你還是M2 你的感覺是虛 所以重點 我自己對混音的理解 符合以下三個條件 1.當音高有一定的高度 男生可能是E4以上 女生可能是A4以上 2.保持著音高越來越高 你依然是用同一個或者類近的感覺 和發聲的位置發出聲音 身體上沒有產生任何 Flip 或者是轉檔的行為 3.沒有因為音高越來越高 而被迫去推氣 或者去升高後頭去處理 只要你符合這三個條件 以上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混音 這個混音包括了 Chest Dominant Mix 50-50 Mix 和Head Dominant Mix 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全部都屬於 M1的這個大家庭 所以基本上 由Chest Voice 去到Head Dominant Mix 都是屬於真音的家庭 而Forsetto 去了假音的家庭 所以真音整個家庭 是連接著的 如果你需要轉去假音 由M1轉去M2 或者由M2轉回M1 是必然會有斷層的 所以我們的理論的結論 就是原則上 我們一般人想練的混音 就是屬於真音的一種 OK 這裏說法就是 我們可以做到不同類型的質感 的混音 其實全靠去調教音量 閉合和喉頭位置 去造成不同的聲音的質感 絕對不是什麼空腔共鳴圖 頭腔共鳴的混合體 或者是真音混假音 更加不是什麼高一點 和低一點的共鳴點去做 除非你可以很科學地解釋到這件事給我聽 否則這些 chesty heady 即是前一點 後一點 拋出去的 這些說法 如果你明白了整件事之後 這個工具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我都會這樣跟同學說 你給我一個chesty 他會明白 立即知道我想他做些什麼 但如果他在未明白背後的原理之前 你已經不想跟他說 他有很大的機會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所以這件事也是為什麼我會去讀書 和增值自己的原因 因為很多事情做到但解釋不到 OK 好了 相信來到這裏 大部分的觀眾可能對於mixed voice 混音這件事有多了很多的理解 這件事也是當初為什麼我拍攝教學影片的時候 都強調再強調 大家不要太收拾這terms 因為就算你看完這條片 你知道混音是什麼了 你做到嗎 對吧 你都會發現 不是啊 好像還是未做到 所以這件事就是 我們要知道 就是學唱歌 永遠不是只有一種學習方式 但是我們在學的過程中 一定要知道 究竟什麼是對 什麼是不對 正如歡呼聲 永遠是做不到林俊傑的高音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正如有些老師教大家 唱假音是不對的 是會雙聲帶 究竟他講的東西是不對 大家心裡應該是有數了 OK 希望拍完這條影片 可以幫助大家 釐清一些之前不明白的概念 亦可以帶大家多了解 我們Voice Science的世界 包括我 和我們旗下星 所有老師都會繼續進修 和知道多點Voice Science 以確保大家教出來的東西 是非常有質素的 OK 好了 今條影片我們講完關於混音什麼了 我們之後還會拍一些影片 好 好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分享給你喜歡唱歌的朋友 還有每個星期三和六 我們都有一條影片是關於唱歌的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在琴中 我們在琴中 我們在琴中